我还是不敢相信啊 觉得不会啊 我这么健康 不敢相信啊 于天李亚萍的二女儿于怨琪 2014年发现罹患直肠癌三期 当时的她还没有结婚 态度正面挺过12次化疗 未料2019年才生完第二胎 癌症复发 癌细胞甚至转移到肺部等其他器官 在于天李亚萍与翔却陪同下 于怨琪再度入院进行化疗 但是她的化疗也是很痛苦 但是她走过来了 这次应该也是 还要照顾两个 我不哭 不哭 就是她怀这个男生的时候 她就之前 要生产之前就一直咳嗽 一直咳嗽 还好就咳嗽 化疗之后再开刀吧 于怨琪当时戴着口罩束腰 但还能自行走路 而她历经数十次化疗手术 2020年现身分享心路历程 于怨琪经历一次又一次化疗及开刀 儿女成了她支撑下去的动力 才有一段时期陷入低潮 生怕辛苦接受治疗 人逃不过死结 一度想要放弃 甚至写下给儿女的诀别书 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 相信这都是神做的决定 不要难过 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们 下一辈子我们还要当家人 讲到一半难过到哭了出来 于怨琪抗癌八年内 动了九次刀 近70次化疗 每当身体状况好转 紧接着要面对下场化疗 肺脏肝脏切到剩下一小部分 已经无法再动手术 抗癌之路走得十分艰辛 令人不舍 TVN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你 我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